什麼都不懂的一個草包 包我們新竹球場 把我們全台灣人民 對民族改革 對我們台灣人治理自己台灣 產生了信心危機 因為就是出了這些叫混水摸魚 拿著綠旗搖一搖 大家就希望大家傻傻的跟隨他們 不 錯了 我們民進黨有智慧 對懂得分析的人很多 他們要搞清楚 因為你草包指的是林世堅嗎 他何指草包 對我就指他 他還敢在那邊說三道四什麼 那想問一下議員 你怎麼看這一次吳英龍的選戰 在中山區還有贏了 那我們這邊總督島這邊 怎麼評斷這一次的選舉 我八個字形容吳 吳英龍這一次選舉是 非戰之罪 雖敗有榮 因為現在 整體我們民進黨的處境 大環境是很不好的 從蘇貞昌賴著不走 從蘇貞昌賴著不走 這完全是吳英龍 一開始他的做法 他的選舉方式 就獲得選區 我們選民們他們的認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簡單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簡單 你怎麼看 因為周玉寇說 吳英龍這個不叫雖敗猶榮 是明明可以贏得選戰 但是沒有好好打 是輸了活該 我是有格調的人 我是有格調的人 我才會評論 抱歉 其實我不評論 那您先為中山區總主導 第一次讓中山區是 綠大於藍的選票 就開出來 所以您好像也是有戰功 那會考慮說 在2024來出馬角度立委嗎 不是 我們這個選區 當然要繼續由吳英龍下去經營 那麼他一年後再戰 我認為吳英龍再戰 他一定會勝利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他的 所以吳英龍一定會留在 我們中山 北中山選區 一定是會耕耘基層 他會好好的經營 那我認為他下次再戰 一定會得到勝利 議員那你幫了這麼多忙 然後你跟高嘉宇還被點名說 要這個開除黨籍 你怎麼看 那有一些支持者 他的心境我可以理解 我只提醒他 不要於衷 真的忠實這個政黨 應該要這個政黨好 你必須實話實說 不要被少數混水摸魚的人騙 混水摸魚的人 想要幹壞事的人 他都會呼籲黨要團結 那我一再說過 團結對於我們各政黨 或者所有我們台灣民眾而言 團結不是問題 我們台灣民眾一向很團結 那少數把握權柄 要幹壞事的人 才會叫人家團結 團結的前提要建立在 是非分明 黑白清楚 這才叫團結 不是什麼是非都不講 包成一大一堆 這個叫團結嗎 這叫霍希尼 你看新竹酋長的事情已經很清楚了 不是嗎 誰幹壞事的就把誰揪出來 還在那邊秀當時監工的照片 那很噁爛嘛 不是嗎 什麼都不懂 的一個草包 包我們新竹酋長 把我們全台灣人民 對民族改革 對我們台灣人治理自己台灣 產生了信心危機啊 因為就是出了這些叫混水摸魚嘛 拿著綠旗搖一搖 那大家就希望大家傻傻的跟隨他們 不錯了 我們民進黨有智慧 懂得分析的人很多 他們要搞清楚 因為你草包指的是林世堅嗎 他何指草包 對我就指他 他還敢在那邊說三道四什麼 他說現在工程還沒驗收 還沒驗收你12億元的工程款 已經讓人家領走11億7千萬 還沒驗收怎麼剩不到3%的工程款而已 剩2.5%天啊 這已經明顯違法 這已經他是當事人講這句話 那他就應該被檢調調查嘛 甚至這要收押了啊 不是嗎 這已經明顯違法 這麼大的金額 從基層的 兼工工地主任公務所到PCM 到市政府 每一個科市到你要市長核准 才可以發這些款項出去耶 這已經明顯違法嘛 這荒唐 他憑什麼講高宏安啊 高宏安的60萬 他12億耶 其他的工程還沒講耶 2000倍耶 就是 我覺得如果還有民眾打來罵 那高家瑜罵王世堅 你先搞清楚 你不要被賣了 還幫人家數鈔票 好嗎 因為你怎麼看 那柯文哲早上對你跟高家瑜得通受難 他說不用懷疑你和高家瑜對民進黨的中心 然後還說你們是很愛護民進黨 你怎麼看他這個受難的說法 柯文哲難得講對一句話啦 所以 我是很難過啦 竟然來肯定高家瑜 來支持王世堅的 是他黨的人士 我是蠻難過的啦 因為怎麼看 因為現在在沿上這個場合上 裡面有些世紀大婚禮嘛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現在是不是柯黑在卸任之後 就比較沒有到那麼討厭他了 喔不是 我這個人是這樣啦 當這個人位高權重 然後又很狂妄輕蔑的時候 那我就會猛K他 但是當這個人下來 沒有我權利了嘛 他都被踹到一邊去了 那我再跑出來補踹兩腳 我的作風不是這樣 如果說一個人都已經受傷在路邊了 你再過去補踹兩腳 那是俗辣 我不幹那種事情 那有些俗辣會這麼做 但我不幹那種事 要這個人正狂妄囂張握有權柄的時候 所以我最近打書不打科 原因是這樣 權力支援在誰那裡 那民主社會的機制 就是應該對握有權柄者 要監督制衡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嘛 那你願意 就像要打架 你要找強的打嘛 那議員你會不會覺得說 跟柯主席話敵為友 沒有沒有沒有 那天他 那天節目單位安排一個 柯文哲跟我的政治聯姻 但是結論 我是說如果柯文哲要跟我政治聯姻的話 那我這個死了算了 我寧死不屈 我就要跳海以死明治 那像2024的選票 有機會會考慮到給柯文哲嗎 其實他現在沒有權柄以後 他還算回復到他善良的一面 我到時候要看他的表現 那一樣 又會感情跟理智來做一個分業 但是我現在感情跟理智都不支持他 所以也是不排除2024會退回柯文哲 要看他的他是什麼樣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市長很落寞了 所以我這個時候我就不想去講話去傷害到他 那他要變成什麼樣你才會討論他 我認為要擔任總統最重要的 要有一顆善良的心 然後要一本初衷 要前後一致表理如一 最重要心口合一 我們嘴巴講什麼 那就要去實行去做 不能說嘴巴講一套 要實際做一套 那今天那個沿上他這個活動 有藝人有料想到他這個炮火會這麼猛烈嗎 就是大家的炮火 因為現在也有人說是柏恩 他在攻擊您一些悲聞 或是掌上的部分覺得有點過分 所以網友說希望他出來道歉 你怎麼看 不是萬萬不可啦 萬萬不可 柏恩是一個智商很高 很有點子很優秀的年輕人 他的出發點都是從幽默 所以柏軍一笑讓他做考量 那我的長相是什麼樣 那過去我有做過的錯的事 我本來就應該要勇敢面對 所以這也是當時我知道說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語言的時候 那我也是勇敢去面對 我應該面對 這是我個人人生的一個救贖 只是說我很意外 因為我沒有在用網路 所以我對柏恩一開始的理解 我知道他很幽默 很會主持 我以為就像他跟蔡總統訪談的 那一集節目一樣 但是很抱歉我忘了 我不是總統 我沒有那種總統級的禮遇 所以你有覺得這個段子被冒犯了嗎 所以你有覺得這個段子被冒犯了嗎 對啊就是 對是 是啊 是讓我家人看的是 那這一點我對他們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能夠 因為柏恩的出發點是好的 他是 這是個娛樂的節目 是個講求幽默 柏君一笑的節目 那我有被他言餘的部分 我絕對不會跟他計較什麼 因為我都答應要去了 只是我誤會成像蔡總統的節目這樣 那我不是蔡總統 當然不能有總統級的禮遇 這是我自己太 我估計錯誤 那原來什麼時候才有可能再去他的節目嗎 如果他就會邀請 應該他不會再邀請了吧 我在想不會了吧 是在什麼時候才發現這個節目 好像跟你想想不太一樣 就是從他 從他第一天有賣票 那一下子被買光 那我就趕快嚇一跳 才認真的問一下 說這個節目為什麼叫沿上 我以為就是 柏恩像對蔡總統 對韓國瑜那個訪問嘛 我一直以為是這樣 那是對哪一方面有一點意見 不是啊 他是說我被拱出來 被大家這樣 那個用這種方式來 你會不會覺得說這晚上開得太過 但是 哎 這個怎麼說 他們是做節目的考量嘛 那我一開始我沒有弄得很清楚 我自己有責任 所以這家人有一點心疼 就是被攻擊 對啊 他們是說 我一回來 像我太太 她就拿手機給我看 她說 欸 我同樣有一場 她說是呱吉跟我訪談的嘛 她說欸 欸 像那樣子的 就這樣子就好 你怎麼會去 那個更大規模的 那 因為呱吉是我議會的同事 當時她跟我談一下說要去上她的節目 我本來也以為是錄一個這種訪談爭論節目 我也是到現場才知道 那呱吉那一集是她的那個 她沒有去問這一些 那麼 那麼尖銳的啦 她也沒有虛弱人 沒有 我們民進黨齁 一時啦 一時之間 那我一直希望說 2024的選舉還有一年多 比賽還沒開始 那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鞋子穿錯腳 鞋子裡面有一兩顆石頭 我認為這些都必須要做調整 那有時候鞋帶也鬆了 但是這些都是小細節 我希望我們黨能夠拿出過去光輝的紀錄 那就是回復到我們創黨的精神 我們應該要聽不同的多元的聲音 讓黨員都可以很自由發揮各自的一些想法 我們社會很難能可貴的 我們民主的社會就跟民主的政黨一致的 就是我們應該集思廣益 充分討論 然後形成共識 那我們黨先前一段時間 我認為沒有集思廣益 沒有充分討論 那直接下達指示 我覺得這個就違反了民主的原則 但是我看到 賴副總統 他在每一場的選舉檢討裡面 他都有一再強調 就是他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做法 很多是會恢復 就是很冷靜的 請聽每一位黨員 自由發揮的心聲 而且未來 他領導的黨也不會 直接由他就下達 沒有經過討論的指示 他不會這麼做 那現在還被點名說要去退黨 那有沒有考慮過 因為你跟趙家瑜 其實很適合當第三勢力 會加入民眾黨或者是 如果真的有退黨的話 會另外再創新嗎 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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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我們黨內 其他人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希望 他們可以出來跟我們討論 不要再躲在背後 那過去因為有1450 有側翼 黃軍 都在他們身上 所以他們的聲量大 那一隻也沒有讓高家瑜 讓我有充分 去說明溝通的機會 那說離開這個黨 絕對不會 因為我從黨外 一路這樣走過來 從黨外到創黨到我們黨 過去最失智的時候 最失意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起的嘛 這有很深厚的革命情感 而且要離開的 怎麼會是高家瑜跟王世堅呢 那現在我們黨碰到的困境 在2024大決戰之前 其實都還有很充分的時間 可以來做一些調整 我們現在只是鞋子穿錯腳 只是鞋子裡面有石頭 只是鞋帶鬆了 沒有綁 那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我相信我也呼籲 我們更多更好更優秀的 從政黨員們 他們能夠站出來 勇敢的講出他們的心聲 我想他們的心聲 如果讓他們自由發揮的話 他們會支持高家瑜 支持王世堅 他們絕對不會要我們兩位離開的 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沒有違反黨章黨綱 那高家瑜也是一樣 高家瑜在立法院他的問政 他地方的服務都是做得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霸凌高家瑜 不應該這樣子 那因為現在好像民進黨裡面有傳說 要拱這個激進黨的無心帶出來 換掉高家瑜 聽過這樣的說法嗎 那咱們看 這種說法太多了 那我覺得那就來 每個人都有參選的權利 那到時候選民會給個成績 會打出分數出來 那因為對方是誰我不認得 但是你要來挑戰那就來吧 那總是要先加入民進黨 不是嗎 不能說在外圍說三道四 要就來嘛 尤其他們有那麼大的派系支持 就不用演了嘛 直接出來嘛 謝謝 謝謝 就是年前你覺得年前有辦法發到這一個 還稅於民的這個獻金嗎 因為現在立院的在野黨說可以聘一下可以做得到 你覺得做不做得到 還是政府可以做到但是不願意做 其實蘇貞昌如果在前天下台 昨天吳怡農就上了 就當選了 蘇貞昌如果在前天就辭職下台 昨天吳怡農就當選 補選的立法委員 就這麼簡單 同樣現在如果隔魁不是蘇貞昌做 那會說發就發 因為雖然要經過立法院審核預算 但是立法院現在還在會 立法幾乎啦 大家要發放信息 所以也會很快速的通過這一筆預算嘛 這不是問題 我認為蘇貞昌算計錯誤啦 一開始本來要標榜說 我們超收了4500億稅金 那是他領導友方 所以百業興旺 所以政府超收那麼多稅金 可是他忘了事實上社會上 多數的民眾苦哈哈的啊 那既然你超收稅金 當然立委跟民眾都會想說 那你應該要發給現金 趕快來政績我們艱困的社會嘛 他可能只想到宣傳誇耀他超收 但是沒想到事實上接踵而來的 是立委還有社會的要求啊 那這樣子他又慌了不知道怎麼辦 又想半家加九 像三倍券五倍券一樣再去印 他這一套馬上自己立委都打他臉了啊 所以那他只好說要發現金 要發現金 這麼差的領導力 這麼差的行政能力 當然會再拖嘛 再拖 他說同時又可以讓他的隔壁去認嘛 所以這六千元好像是他要發給我們全體 國民的淑稅券一樣啦 所以我只能說這樣嘛 就是這麼差的行政能力當然沒辦法 我們台灣絕大多數的民眾都有銀行或郵局金融機構都有戶頭嘛 那這發也不是你就直接撥帳 那其他如果一半民眾沒有的 我們有將近五千多點的金融機構可以來發放 這個不是太大的問題嘛 所以我不懂 然後把一個好好的事情 好好比給他帶到塞了 現在搞到我們社會 你發也民眾也不感謝了啊 不是嗎 照說你應該當機立斷省去繁文入節 不要再講大道理了 因為我們民眾是非常有智慧 也懂得分析的 那不用再講什麼財政紀律 公共債務法 那些民眾其實都了然於兇 我覺得這一次對蘇貞昌最傷的 就是說 如果有這麼多超收的稅款 民眾多數不信任你蘇貞昌 覺得這些錢擺在你身邊 又讓你去做擅財童子 補貼東補貼西補貼新竹球場 亦來亦去的結果 人家人民不信任嘛 所以取之於人民 人民當然說那你還給我們算了 而且人民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一點點即便六千六千也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 在畫繁為簡 我把複雜的事簡單化 但是對蘇貞昌而言 如何把簡單的發錢的事情 把它複雜化 這樣他可以拖長時間 就賴著不下來 那蘇貞昌賴著不下來 是這一次吳怡農敗選 很大的一個傷害 如果蘇貞昌真的為了民進黨好 第一步前天趕快下來 昨天吳怡農當選 現在趕快下來 2024我們民進黨勝選的機率 非常的高 謝謝 謝謝